最近黄子涛和工作室的互动真的是看到大家笑个不停 虽然知道何为爱逗多少有些都 但不知道原来还能这么洗惊啊 比如工作室给发了一条微博 立马就要求要置顶 官微也是立马就给安排上了 看样子工作室真的是很宠了 本以为置顶完了也就完了 没想到黄子涛一直在评论区浪来浪去 官微超级贴心的每一条都回了 直到黄子涛说不想工作的时候 官微一眼生无可恋 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平时也是活像开学综合正式的 明明直到有工作 还总是天天想着要去玩 工作室都坐不住 开始劝了就不听就不听 没事在机场心情不好 八条微博官微 也是第一时间跳出来 安慰老板抱抱我老板 就是发一个爱都会立马回复赞呢 超级小媳妇呢 日常也是不管怎么都比动态刮驳 都会爬出来赞呢赞呢 这是无论老板有什么动态 都第一时间更进的节奏啊 包括黄子涛发了一条微博 说自己脏了 被虐了也是同时会有官微和工作室站出来 发微博安慰 我真的是把黄子涛当小孩处了 羡慕 这么一对比隔壁家的杨子像是捡来的 天天和工作室相爱相杀互相伤害 之前因为杨子一胖 所以特地让助理监督他减肥 想让杨子升一下体重 结果呢拒绝到脸都扭曲了 被助理拖着向方的体重秤上 眼看要上症了洒泼打滚就不上去 还把体重秤扔软了 看得出来是超级底 处的了 亲自上传的视频还陪自体重秤什么的都是假的 评论是一帮好友慰问 最后的医药数奖心 说就是因为电子称不能调体重才不要的 后援会官博在下边侧边不管不顾的夸杨子聪明 这一番挣扎就剪掉一两肉 请允许我举报这个虚伪的官博 太假了哈哈哈哈 其实事实上是杨子确实胖了 工作人员说杨子还不听 说你凭什么说我胖 然后就拿出来了体重症 小编觉得杨子真的逗得没边了 还有小白 白静庭 上次莫名奇妙空学来风 吹出了白静庭和某女星绯闻的时候 工作室立马站出来高冷的回复假的 平时也是经常更新白静庭的日常 比白静庭本人好多了 工作室真的是对白静庭爱的深层呢 好了 今天先排点到这里 大家还知道哪些和工作室互动起来 特别好玩的明星吗 快来评论去分享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